YoYoYo 汪达幻视的影迷伙伴们 欢迎回来 在经过第四集的揭秘集后 第五集进入了第二阶层的更深谜团 而且在本集的最后一幕出现了一位彩蛋级别的角色 本集依然边拉剧情边解析有剧透 那么现在就做出你最舒服的姿势 调好最适合的音量 全屏模式 我们开始 汪达幻视第五集的世界认知观 再次被扩大 我们熟知的汪达 似乎也变成了局外人 或许他对整个西景镇的现状 也是半知不解的状态 这一集的聚集来到了80年代的美式情景剧 借鉴了当时很火的成长的烦恼和亲情纽带 还有欢乐满屋等等80年代的家庭剧 终于排到我看过的比较早的美剧了 影片的音乐字幕开场 一只画笔给现描人上色结合的是亲情纽带 角色从小到大的成长照片叠画 则是模仿了成长的烦恼 包括片位出字幕也是 不过我们知道 幻是哪来的小时候呢 而汪达的那些过往照片中的背景 似乎有看得出是索克威亚遭受着战争的摧残 影片一开始 汪达而幻是对家庭新成云双胞胎毫无招架之力 不管怎么哄哭闹不停 当然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太震慑 别问我怎么知道 我目前才经历可怕的两岁 汪达抱着的是汤米 这也是第三集中汪达最想给孩子起的名字 幻是抱着的则是比利 比利是幻是当时喜欢的孩子的名字 幻是这时有说到 他又给比利聊起了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 而比利哭得更厉害了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人是如何进化而来的 这里或许暗示了人到变种人的进化 是完全不合乎人类进化理论的 双胞胎就是变种人 之后汪达让幻是找奶嘴支开他 汪达想利用超能力让双胞胎进入睡眠 但毫无效果 这里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是双胞胎的超能力抵挡住了汪达的能力 双胞胎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 第二个则要结合这集结尾汪达的解释 其实汪达的超能力是有限的 西锦镇很多事物和角色 其实根本不在汪达的控制范围内 包括这对双胞胎 正当汪达患是对孩子束手无策时 汪达正想要寻求帮助 说曹操曹操到 埃格尼斯及时出现 他按了门铃后直接开门 把主人去开门 然后请客人进来的礼节全部抛开 他就当自己家一样直接进来 这里可见埃格尼斯是多么迫切 想要进来帮忙 仔细看的话 埃格尼斯开门的第一句话是 你好孩子们 而且根本忽略了 幻世变真人的举动 要知道幻世说的是 拿脸拍松枕头这样的话 这四个正常人都会回应 这样奇怪的解释 但埃格尼斯毫无理会 直接小跑冲到孩子面前 自告奋勇要照顾孩子 在漫画中 阿加莎哈克尼斯就是负责这对双胞胎 正当埃格尼斯要安抚孩子时 被幻世拒绝 这时埃格尼斯说出了诡异的话 问询汪达要不要重演一次 显然这句话 埃格尼斯知道前几集 汪达倒带重来的这些戏码 幻世的激动打断了 埃格尼斯照顾小孩的顺畅流程 期间埃格尼斯还说了一句 不是你要寻求帮忙的吗 这句话回应了前面汪达说 想请人帮忙的要求 这里似乎暗示了整个西井镇中 很多剧情的发展 是根据汪达的潜意识去进行的 而非通过汪达直接的控制 比如第一集幻世老板 逼问汪达和幻世如何认识时 汪达潜意识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于是幻世老板被卡了喉咙 还有第二集的广播喇叭 在汪达困惑不想知道真相时 广播收音机自拔等等 这些似乎都说明了 来自汪达潜意识的求助 让剧情得以正常发展 而这次埃格尼斯说的这番话 似乎埃格尼斯比汪达还要知道的更多 顺便说一下 埃格尼斯的笑脸真的很神人啊 正当幻世和汪达 对峙埃格尼斯诡异言行时 埃格尼斯照顾小孩的举动更为奇葩 埃格尼斯在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下 直接用了薰衣草香氛去安抚孩子 还开车坐老司机说了一段他和老公的段子 之后埃格尼斯还在汪达家中找烈旧 可以看出埃格尼斯内心其实十分慌张和不安 当然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隐性的做法仪式 如果埃格尼斯真的是阿加莎哈克尼斯 那么埃格尼斯边运动边推摇篮 还有喷洒薰衣草香氛以及找烈旧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我们不知道的仪式 我就这么一说了 你们随便听听就好 于是转眼间 汤米和比利从婴儿直接长大成了四五岁的孩子 而在一旁的埃格尼斯似乎如释重负 喝着烈旧庆祝自己完成了照顾孩子的任务 或者说完成了让孩子快快长大的任务 别着急 后面我们会再深入这个脑洞 我们能从汤米和比利的服装看出 他们两人按照漫画的设定 比利拥有汪达的超能力 以红色系的衣服为主 而汤米拥有快银的速度超能力 以绿色系的衣服为主要色调 顺便说一下 前面我们一直有说到 埃格尼斯戴着一个识别度很高的首饰 但这次他这身运动装 我却没有找到他有所佩戴 但下一次他出现后有其佩戴 这是主创的不严谨呢 还是我看漏了 还是说另有他意呢 大家怎么看 花锋一转我们来到了西景镇的外围 莫尼卡被救后苏醒 从她的描述中 她进入西景镇后 对此前人生记忆和意识 长期处于一种丢失的状态 而感受则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情绪中 同时来说 就是比意识清醒的植物人 还要痛苦的一种处境 这进一步测试说明 不管是莫尼卡 还是其他特工潜入西景镇后 并不能成为卧底 而是变成一位被控制的演员 只是在第三集短暂瞬间 汪达某句话激发了莫尼卡 潜意识说出了快饮死掉的真相 医生通过扫描莫尼卡 甚至发现是一片空白 有一种说法是 莫尼卡因为这次误打误撞 进入西景镇 从而获取了超能力 为之后她成为惊奇队长 或者光谱或者光子 总之呢 就是变成超级英雄做铺垫 我们看看后续怎么发展吧 之后是天卷局 临时基地简报会议 我们能看到屏幕上 正播着汪达幻视 开头艾格尼斯进入的画面 汪达幻视的剧集是被删减过的 也就是没有了我们前面 看到艾格尼斯被幻视劝阻 然后艾格尼斯说出奇怪的话的片段 天卷局他们看到的 应该就是 艾格尼斯进来直接照顾孩子的画面 接下来的简报会 我们更深认识了汪达和快饮的父母 还有汪达快饮的出生 以及他们两人 极为过度简化的发展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说汪达快饮出生是1989年 现实中伊丽莎白奥尔森 就是1989年出生的 在会议中 老大海沃德对汪达的印象十分不好 因为他拥有更高的权限 知道汪达在9天前 就从天剑局秘密实验室 抢走了幻视的尸体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出 劫持西井镇居民 复活幻视陪汪达玩过家家的故事 这一段其实在演员访谈中有聊过 这段原本是放在 《复仇者联盟4》的彩蛋中 但或许信息量太大 所以被删减掉了 在上一期我也提到过在漫画中 汪达就直接独闯天剑局 带走幻视 不过当时幻视不是尸体而是活物 这里也算是对应漫画中的这个情节了 这里我们也能看到 莫妮卡全场对海沃德冷脸 因为当初莫妮卡被派到西井镇时 海沃德根本没有告诉莫妮卡 汪达偷走幻视尸体这个秘密 这种信息不互通 让莫妮卡极为不爽 这也侧面让莫妮卡变成小白鼠 进入了西井镇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就是探员吉米想和路易斯 解释对海沃德的印象时 路易斯直接开炮说 海沃德就是一个混蛋 这时画面巧妙直接重叠了海沃德 海沃德几乎同时说出了恐怖分子这个词 这就很有意思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海沃德的真实身份并非天剑及执行主任这么简单 而是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甚至是这次西井镇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呢 反派 九头蛇卧底 想用汪打钞能力达到不可告人的秘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而且在外国论坛有眼见的网友还发现 在第四集海沃德的办公室的表彰墙上 相框的样式连起来 像不像一个六边形 哦 要是海沃德真的是反派 就真的太好玩了 不过换个方向从剧作角度来看 这有可能是先给角色打黄眼 让海沃德的反派形象立起来 然后再来个反转 让观众惊呼妙呀 所以看之后剧情怎么发展吧 我们再来看汪达潜入天剑局抢尸体那段 我们可以看到汪达没有杀害一个人 在后面汪达出来和天剑局人员对峙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画面中我们能看到幻视尸体被肢解和研究 这应该不会是为了复活幻视这么简单 我猜这或许是汪达想要夺走尸体的动机之一 因为幻视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管 汪达为了避免幻视彻底消失 所以抢走了尸体 那么问题来了 汪达从哪里知道幻视坐标的消息 又如何清楚幻视被肢解 天剑局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些可能都关联到后面漫威宇宙的影视作品中 这里海沃德还提到 汪达抢走尸体 违背了幻视的遗愿 幻视的遗愿是不想让自己的身体 变成被他人利用的武器 你看这帽子扣的 到底是汪达拿幻视尸体做武器 还是天剑局肢解幻视的震惊尸体研发武器呢 从这里看 苏天剑局更想把幻视尸体研发成武器吧 这才最终逼汪达违反索克威亚协议 把幻视尸体捞出 从而想达成幻视的意愿 对了 这里还不忘调感互动一下观众 海沃德反复提到 汪达有没有别名 还真没有 在漫威宇宙中 汪达从来没有用过星红女巫这个名字 或许在后面汪达万圣节研扮中 汪达才会给自己取星红女巫的名字 接下来视角继续回到西景镇 汤米和比里带了一只小狗回家 在汤姆金的漫画幻视中 就有一只小狗叫火花 这只苏格兰梗在漫画中是幻视创造的人工合成的狗 有着幻视相似的超能力 可以穿透物体和飞行 影片后面火花的死也算明示了幻视已经死亡的比喻 其实这一集中有很多细节都致敬 或借鉴了汤姆金的幻视的漫画 比如幻视穿的格子衬衫等等 正当汪达一家人在讨论要不要养这些小狗时 艾格尼斯非常应景地再次出现了 幻视这次还有预感有人来串门 所以穿上了比较休闲得体的衣服 而且艾格尼斯这次直接开门进来 敲门都免了 还带着一个狗射 艾格尼斯就像编剧附身一样 非常清楚汪达他们家需要什么 什么时候出现 接着汪达幻视就超能力是否需要暴露再次起争执 似乎汪达已经厌倦了遮遮掩掩 他需要更多的自由 而幻视则对小镇接二连三的怪事越来越困惑 正当两人还没争论出一个结果时 比里尔他米未来能达到十岁才能养狗的年龄 自己变成了十岁 这时艾格尼斯依然见怪不怪 默认了汪达一家有超能力的现象 双胞胎突变长大的超能力 应该是比里发挥的能力 比里拥有汪达扭曲现实的超能力 在片中这里是比里先看了下汤米 似乎在经过汤米的同意后 两人变大 在他们遭遇火花去世时 想通过长大忘掉伤痛 也是比里先看向汤米 似乎在征得汤米的同意 想尝试再次突变长大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 这是西景镇幕后的老大在操控这一切 只要汪达和双胞胎潜意识有目的 就能得以实现 幕后的老大引导并利用 拥有超能力的变种人潜意识 然后为他所用 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 怪异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 患士去公司上班时 公司已经变成了电脑办公为主的方式 他们当时用的电脑是康瓦达64 或许大家不太清楚 这可是世界上所有时间最畅销的单一电脑型号 创下了吉尼斯记录 当患士打开电脑读取电子邮件时 诺姆和其他员工同时阅读了 天剑局发给路易斯的信件内容 然后放声大笑十分诡异 就像是西锦镇大型表演现场出bug一样 但如果这些并不是bug 而是另外背后有人想让患士知道这一切 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又或者 这或许是促进患士自我意识觉醒的必要过程吗 只有患士用超能力唤醒诺姆 诺姆开始求救 并想要尝试打电话给自己的妹妹 值得注意的是 诺姆一直求助患士 让患士阻止她 让她停止这一切 这里女子旁的她 不一定是汪达 或许是艾格尼斯 或许是社区大姐 或许是新的反派角色 让我们再次把镜头转到天剑局临时基地 终于路易斯喊了一集的咖啡喝上了 咖啡的包装 还是以电视颜色晶体管的样式设计的小细节用心啊 在莫妮卡研究如何进入西井镇时 她有提到认识一位很厉害的航空工程师 并尝试联系她 大部分人猜测会是《神奇四侠》中的 旌旗先生的李德·理查茨 他就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工程师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把漫威宇宙回收的《神奇四侠》串联上了 又或者这位神秘的航空工程师 是蓝旗的亚当·伯纳德·布拉切尔 当然也有可能是常驻天上的斯科鲁人 在旌旗队长的片尾时 莫妮卡和塔罗斯的孩子就成了好朋友 在预告中天剑局有一辆车直接冲向屏障 这辆车的技术说不定就是那位航空工程师设计的 在此期间还聊到了《神奇》队长 从莫妮卡的表情来看 似乎不太想鸟这位曾经的偶像 还尝试避开这个话题 让大家把工作重心放在汪达身上 导致路易斯和吉米互相识眼色 按理说《神奇》队长没有去世 对于莫妮卡来说并不是什么伤心事不能提 那只能解释为莫妮卡不想谈及《神奇》队长这人 难道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过节吗 在《神奇》队长的片尾 《神奇》队长表示要帮助斯科鲁人寻找一个家 莫妮卡愿意等《神奇》队长回来 但后来发展我们也看到了 这批《神奇》队长似乎在地球安顿了下来 并有了一份天剑局的工作 而在《复仇者联盟4》才出现的《神奇》队长 只提到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不知道这是不是莫妮卡和《神奇》队长互相之间太久没联系 从而产生隔阂和误会 因为在《神奇》队长的结尾 《神奇》队长曾经答应莫妮卡 我会在你知道之前回来 但《神奇》队长却失信了 甚至在灭霸入侵地球时 《神奇》队长都没出现 灭霸打响指还让包括莫妮卡在内的一半生命都消失了 导致莫妮卡没能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 这些种种情绪的基要和得不到解释 或许是成为让莫妮卡不愿提起《神奇》队长这个人的原因 期间路易斯把六边形正式取名为Hex Hex有魔法妖术的含义 上一期我有提到汪塔 那个施展超能力的红色魔法球像六边形 好吧或许是我眼花 但目前他们用Hex这个词 则越来越说明西井镇事件或许和魔法有关 之后莫妮卡从路易斯的话中得到启发 要想进入西井镇的东西不发生扭曲变化 就是放置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产品 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架80年代的无人机飞进西井镇 果然传出影像 但很快被汪达和孩子们发现 不过这些并没有出现在实况直播的电视画面中 这些都被屏蔽掉了 正当莫妮卡试着要和汪达取得沟通谈判时 又被海沃德摆了一刀 这无人机自带导弹 海沃德下令发射 这也看得出来海沃德多么想终结这一切 他似乎要掩盖掉什么 但这反而激怒了汪达 仔细看的话无人机投回来的影像是黑白色 说明80年代无人机的摄像头科技只能显示黑白 但汪达看到无人机后施展超能力 双眼在显示器却呈现了红色 这也侧明说明汪达的超能力 确实能扭曲现实呈现效果 汪达拿着无人机直接走出结界 有趣的是西井镇当时是白天 而外面则是晚上 这也说明了西井镇的世界 而外面的现实世界的时间并不统一 美式情景剧的直播画面也第一次被中断 在汪达和天剑局对峙的这场戏中 汪达表现出了强大的魅力和气场 而且我们熟知的汪达索克威亚口音又回来了 仔细看的话 这80年代的无人机 初产方还是斯塔克工业 汪达看了以后估计会更生气了 在复仇者联盟2中 汪达快赢之所以投身九头蛇 就是因为汪达父母当时被斯塔克工业的武器也炸死的 索克威亚常年遭受战争摧残 也让整个国家极为仇视美国 让我们来看看汪达和海沃德对话的潜台词 他们似乎话中有话 海沃德说 导弹只是以防万一 汪达你不要怪我们 汪达说当然要怪你们 你不打咬我 我不招惹你 这里海沃德的潜台词我认为是 我们对幻视知解 你不要怪我们 汪达的潜台词的意思是 当然要怪你们 你们对幻视这么做 我必须带走幻视 之后海沃德说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但你劫持了整个小镇的人 汪达说 手里拿枪的可不是我长官 但掌控全局的人是你 这里海沃德的潜台词是 是你把事情复杂化 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汪达的潜台词是 西锦镇的事情并不是我一人造成的 你不要装作是清白之人 如果这个脑洞合理的话 海沃德绝对有更深的秘密瞒着大家 接下来是例行聚集广告时间 是一则叫拉格斯吸水纸广告 暗示了汪达在每对三中开头执行任务时 间接导致了其他无故人员的伤亡 因为那座城市的名字就叫拉格斯 也可以理解为西锦镇 目前面临的阵外之势越来越棘手 红色也代表了汪达的颜色 汪达需要强劲的吸水纸 帮他解决一切麻烦 目前有一种说法是 每则广告代表着一颗心灵宝石 面包机是心灵宝石因为像一张脸 手表则是时间宝石 香皂是空间宝石 吸水纸 红色则是现实宝石 这说法有待观察吧 毕竟下一条广告 官方已经被泄露问题 逼着放出高清版作为预告宣传了 内容是尼克玛尔法克局长 介绍快赢信用卡 那这又是什么宝石呢 在这里再声明一下 我没有看过泄露版本的视频 我只从官方释出的预告找线索 也反对任何泄露行为 很简单 要是早早泄露大结局 那我这种过度解读脑洞和瞎猜还有谁看啊对吧 大家也失去了讨论剧情发展的乐趣 我们接下来看 火花走丢了 汪达和双胞胎一起到街上寻找 先是碰到了游地员 游地员直接说出妈妈不会让她走太远 这句话同样一语双关 除开表面意思作为妈妈的汪达 一定能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外 其实也暗示了游地员也知道汪达的超能力 可以利用超能力找到火花 对于汪达来说 这就是小菜一碟 正当他们努力找寻火花时 又是艾格尼斯先找到了 但火花因为吃太多树叶死掉了 这场戏有很多隐藏的脑洞知识点 我们一个个来聊 先是艾格尼斯 我这里有个大胆的脑洞解设 我们重新来复盘他的三次现身 都是汪达他们需要协助时他出现了 而且是迫不及待的出现 而每次艾格尼斯的出现 都有一个看似巧合的现象 就是双胞胎的突变长大 虽然第三次没有 但差点双胞胎就这么做了 我们反向理解 这算不算艾格尼斯希望双胞胎快点长大 以达成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那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去理解的话 这只叫火花的狗 可能就是当初艾格尼斯故意让双胞胎发现 然后顺着双胞胎让长大才能领养 让双胞胎突变长大 之后艾格尼斯狠心干掉火花 目的是否也是想促成双胞胎再次长大 这一集中艾格尼斯对双胞胎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正常邻居阿姨的言行举止了 虽然他一直不太正常就是了 聊完艾格尼斯我们来看汪达对这事的看法 双胞胎请求汪达复活火花 而汪达说世界万物都有其规律 我们也不能逆转死亡 这句话似乎暗示汪达对幻视的死已经默认无法挽回 那汪达现在所做的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目前我认为比较能说得通的就是汪达所做的一切 除了为了弥补自己受伤的心之外 显然还有个更深的目的或者任务要完成吧 不过我们反向理解 如果艾格尼斯从始至终都是好人 在暗中帮助汪达 那么火花的死是不是在侧面点醒汪达 死去的人是无法复活的 汪达必须学会Let it go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接下来是汪达和幻视摊牌时刻 两人向80年代情景去夫妻吵架走完这么后 幻视更为激烈的对峙汪达 汪达在客厅也直接全盘托出 我们就假定汪达说的都是实话吧 那么这显然背后确实有第三者在操控这一切 汪达似乎也变成了整件事件的棋子 当然是最为关键的棋子 而幻视说出了西景镇除了双胞胎没有任何小孩 这更让人联想到 背后之人制造西景镇的目的 可能不是为了幻视 而是为了双胞胎 没错 这时候自然会让人关联到莫菲斯托 好吧 大家都说是莫菲斯托不是梅菲斯特 不过这里指的是同一人 具体看上一期 场外的消息是 有人上传了一张玩具公司准备发布的产品 左边是汪达星宏女巫 而右边则是让人惊惊乐道的莫菲斯托 但很快玩具公司澄清这照片的产品是盗版 不管怎样 随着后面几集的展开 真相越来越接近了 在预告片中也能看到 在万圣节时出现了很多小孩子 估计是因为幻视的质疑 才让西景镇多出了更多的孩子 看来西景镇的自我完善功能还是很强的 同样的正当他们要继续深入该话题的时候 再次被打断 而这次前来拜访的人 是汪达的哥哥快银 不过是X战境系列的那位快银 连路易斯都调侃快银换了演员 这应该不是才大气粗的 迪士尼漫威请不回之前的快银饰演者 亚伦泰勒·耶和逊 而是漫威宇宙在编制一个更大的网 我们先跳出剧集 从更宏观的漫威宇宙开发视角去看 迪士尼收购福斯 X战境确认加入漫威宇宙 艾文·皮德斯的出现 等于是半官宣了这一可能性 在漫画中快银的速度 可以快到冲破多元宇宙的界线 去到另一个平行宇宙 片方估计也会从漫画中 本来就是变种人设定的汪达作为切入口 慢慢把X战境的角色IP 融入进汪达幻式的聚集 从而让X战境或者变种人成员 顺滑地回到漫威宇宙的大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 漫威宇宙空间跳跃的出入口就是六边形 不过这仅使用在同一宇宙时空 至于多元宇宙之间的跳跃 是不是也是六边形就不得而知了 但聚集中六边形的大量使用 以及这次快银的出现 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多元宇宙之间的通道 是不是也和六边形联系上呢 还有就是在X战境中 快银的父亲可是万磁王啊 既然多元宇宙都打通了 多几位重要的变种人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漫画中 汪达的父亲就是万磁王 当然这一集刚澄清漫威宇宙中的汪达父母的身份 不过还是觉得有种此处无因三百两的感觉 会不会后面搞到汪达身世有更深的秘密呢 此外还得提一下 奇异博士2多元宇宙 据说汪达在该作品会有不少的戏份 而副标题多元疯狂宇宙 让人浮想联篇 是不是能在汪达幻室中关联些许线索呢 我们从汪达的困惑的眼神中也能感受到 眼前的这位快银 似乎并不是他认识的那位 更不是他想要创造的角色和人物 虽然汪达想念自己的哥哥 但不至于也让快银起死回生 总之呢 汪达自己也被吓到了 而且从快银对幻室说 这位冰棍人士谁也了解到 快银居然不认识幻室 这谜团在这就不乱猜了啊 留到下一集更多剧情细节我们再展开吧 好汪达幻室第五集 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该系列解析的小伙伴 还请持续关注大聪看电影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原创最大的动力 能看到这的就是真爱了 对于该剧集一些真的过度解读和错误的地方 还请海涵 我只是忍不住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主观观点而已 希望大家能乐在其中 我是大聪 那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